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他恢复善良的心 打要倒 打不着 真想回答不是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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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没事吧 他打我 不可以的 他也打我们了 就是 他也打我们了 他也打我们了 小兔崽子 你敢打我们家少爷 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兔崽子 看着我 我最oret有机会 他也打给你 对我们了 他也打给你 也就温暈的 好 快点 快点 上 快 去你的 孩子 不该 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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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活着 站住 你是什么人 少管闲事 你和这个恶狗咬人 我就是要管 就是要管 子路 别动粗 子路 孩子们只是互相打闹 都打到了对方 就算是不小心打倒了 你也不应该 放狗咬人 这是沈家门前 他们把我们家少爷 打哭了 还喝起来打我 该让狗 把他们一人咬一口 做人应该宽怀大量 如果受一点小伤 就要血腥相报 那你们家少爷 会被交成什么样的人 你倒是说说看 我不管 反正谁也不许 逗我们家少爷 你看那个孩子 他被咬得流血不止 你难道 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若是被咬的是你的孩子 我还没娶媳妇呢 怎么让你给我说一个 你狗障人士 怕我不教训你 你 你也是穷人家的出身 应该知道穷人家的难处 你放狗咬伤这孩子 他父母半个月的辛苦 也换不来要钱 你全然不为他人着想 就不怕将来遭报应吗 我现在是沈家的人 就要替沈家猪头 我家少爷少一根寒毛 我就要那个穷小的流半弯血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们家少爷 我非让他趴着走 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爷 这帮孩子用血球把公子给打伤了 哪里有什么伤啊 别哭了 快回家去吧 行了 都别在这闹了 快走 慢点 沈老爷 你的家丁放狗咬伤了孩子 怎么能够说走就走呢 你现在必须要把事情说清楚 我们刚才打雪招闹着玩 沈二就被打了一下就哭了 那坏蛋放狗咬我们 把小文的腿都给咬坏了 是这样吗 是的老爷 老爷 你的家丁放狗咬伤了人 你难道也不管管吗 他们本来就不该在这里打打闹闹 都走吧 你这个家丁也太狠毒了 这些孩子本来是闹着玩 他却放狗咬伤了孩子 你家公子要是跟他学 早晚会变得像他一样刁蛮无赖 您家祖上几代积德行善 大家对您非常的尊敬 放狗咬人的事虽然不是您干的 可是您对家人疏于管教 放任他们作恶 您的家丁这样做 这不是败坏您的门风吗 这样又怎么对得起您的列祖列宗呢 你这个奴才 小孩子打闹 你居然放狗咬人 做出这样恶毒的事情来 赶紧把他给我带回去 加法处置 不 我再也不敢了 老爷是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对不起你们了 我不该放狗咬你们 是我错了 快快赔礼道歉 我错了 对不起 你没事吧 我家 我家没钱买药 快进去给人家拿点药 再拿点糖果出来 快点 律师 二位说得有道理 今天这奴才放狗咬人 不知道明天他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 我终日忙于生计 行善积德之事 多有荒书 今日承蒙二位提醒 今后我对家人也要亲家管教 来来 我给你上点药 来吃点糖吧 大家吃点糖 吃糖快点 快点吃糖 我们把那个孩子送回家去吧 好吧 多谢二位 加我一个吧 加我一个好不好 好 可是你不许哭 一时劝人一口 百日劝人一输 两者应同时进行 有了机会可以劝说 有了机会可以劝说 而不加劝说 这是诗人 不能劝而硬加劝说 这是诗言 应该加以慎重考虑 我会认为你 没有想法 我会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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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